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可以进行关注 这年头渣男是越来越多,女生们是防不胜防 毕竟这些渣男都太会伪装了 甚至大多数渣男都有一张帅气的脸蛋 毕竟这个也是他们渣的资本 所以说单纯从脸上来看的话 是很难分辨一个男人是不是渣男 所以说在这里的话 我们从首相的角度来看一下 这个男的是不是渣男 首先一个看是不是段长 所谓段长就是智慧线跟感情线合二为一 横在整个首长之上 这种首相的男人不管做什么事情非常理智 甚至是比较冷酷的 对感情往往是很理智的去权衡得失利弊 因此他们对自身的利益是十分的重视 在感情生活当中往往给人一种很自私的感觉 和这种男人一起来 基本上没有什么浪漫可言 反而会有一种很危险的感觉 似乎在他们身上永远找不到安全感 就是事业心很重啊 非常理智的一种 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无名指啊 他比实指要短的人 一般情况下一般的人都是实指啊 比无名指要短 那反过来就是实指比无名指要长的人 那么这种人呢 一般对于婚姻不是很重视 对于感情不会太放在心上 因此呢这种男生呢 谈恋爱的目的往往不是为了婚姻 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呢会发现这种首相男人呢 似乎不太懂得关心人 在他们心目当中啊自己的利益比什么都重要 而且女朋友似乎是这种附庸品啊 这个所以说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存在 当要分开的时候 他们也会跑过来忏悔 感觉很无奈 因此这种首相男人呢是一定要注意的 那么最后一种呢是终止 他发生的偏邪 左右弯曲的人 那么这种男人是心术不正 在首相学当中啊终止代表自己个人的内心 出现弯曲表示他心术不正啊 这种首相男人一般性格比较偏激做事啊 无所不用其极啊 甚至可以说是不达目的不罢休 至于感情方面始终是很不放在心上啊 大多数这种首相男生呢将感情视为一场游戏 而女朋友的作用呢顶多就是 这个一种他手中的一颗棋子啊 随时可以换掉啊 像这个三种特点啊 渣男的首相三种特点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洋玄机啊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客户呢 可以进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